香港学育女神前众志成员周婷 在2021年出狱后不曾公开露面 她还背负违反港版国安法的罪名 现在宣布流亡加拿大 27岁周婷在IG发文 她被加拿大一所大学入取 为了取回被没收的护照 被国安处要求写回过书 自成对参与政治感到后悔 在五个香港国安人员陪同之下 到深圳一日 作为换取取回护照的条件 期间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和腾讯总部 被安排深圳一日爱国行周婷透露 从不否定中国的经济发展 但一个强国要将争取民主的人送入监牢 限制出境 要求已进入中国大陆参观爱国展 作为取回护照条件 何尝不是一种脆弱 而且在重点行程被要求拍照 如果保持沉默 那些照片或许会成为爱国的证据 那种恐惧如此有形 香港警方已就此作出回应 强烈谴责公然挑战法际的不负责行为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是法治国家 香港是法治社会 任何违法犯罪行为 必然受到法律的惩处 原本香港跟加拿大有引渡逃犯条约 但是2020年加拿大单方面终止 而且联合国要求引渡协议不能涉及政治犯 TVBS新闻高级要全入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